肌肉量會隨著我們的年紀慢慢減少 再加上老人家一向的活動量都比較低 如果長期坐 飲食不均衡 導致營養不良 都可能會導致肌小症 今天很開心請到聖雅各福群會 永家樂健體中心經理Rennis 跟我們分享幾個老人家在家都可以做到的 預防肌小症動作 就可以減低他們跌倒的風險 其實如果身體有肌小症的問題 通常會出現甚麼症狀 如果我們日常有五個有關肌小症的症狀可以留意到 第一個就是行平路的時候速度會減慢 第二個就是手握力下降 第三個就是在你沒有體重管理的底下 突然之間體重就慢慢減低 還有我們的平衡力差了容易跌倒 還有日常的活動整體你會覺得漸漸變得吃力了 這五個就是日常常見可以留意到有關肌小症的症狀 如果肌小症我們不理的話 其實會引起我們不同層面的問題 而最基本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素 為甚麼這樣說呢 例如一些朋友他們患了肌小症 他們的體能和步行的能力下降 變相他們會比較沒有信心害怕去做一些體能的活動 或者一些動態的活動 例如跟朋友去吃飯 去一些較遠的地方可能去散心 交外郵 其實都會變相怕了 就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質素 因為他們的活動的選擇減少了 至於生理上的問題 由於我們肌肉不足 就比較容易會令到我們受傷 拉傷扭傷 還有一些痛症問題 如果再嚴重一點的情況的話 就比較容易跌傷 跌傷之後引起併發症而死亡 在香港70歲以上的長者 因為跌傷而引起併發症而死亡 其實那個死亡都是有17%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向合資格的專業醫護來查詢 之後介紹這個動作就叫做STEP UP 我們做法很簡單 就找任何的梯級 我們先放一隻腳上去 然後大腿 屁股 用力 然後將人上樓梯地上去 個人挺直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就下來 我們每一邊的腳都可以做12至20下 對 然後這個動作就是樽或者深樽 經常都聽到別人說 訓練我們的下肢肌肉和核心肌群 我們做的時候 雙腳分開闊過肩膊一點點 然後上身挺胸手褲 之後就慢慢將臀部向後向下降 對 上來呼氣 做的時候想著大腿和肌肉要用力 好 之後那個動作就叫做龍膚步行 我們兩隻手拿著重量 然後走路 我們走的時候要挺直的身 和我們要保持呼吸 我們兩隻手向下垂下就可以了 一般大約120磅的長者就建議拿5至10磅的重量 每隻手 還有做的時候就想著全身都要收緊 這個動作就幫助我們增加和鍛鍊我們全身的肌肉 大家記得做多點這個動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分享給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